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不会说有这种拥挤的感觉 舒适感会非常的强 那整款车呢 因为是基于一个50700P的中卡底盘打造的 它整个车的承载质量也很高 总重量可以达到7.5吨 那整倍质量也有5.5吨了 那车辆内部呢 我觉得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比较温馨实用 因为它的配色呢 是这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这种灰色系 所以说呢 看起来也是比较明亮的 那整款车呢 它是核载6个人的 对卡座这个位置呢 它是可以同时乘坐4人的 而且呢 因为车辆比较宽大啊 所以对卡座这里呢 你并不会感觉得这个空间拥挤 如果两个人同时乘坐的话呢 它腿部啊 也并不会产生这种磕碰 而且上方呢 这种橱柜呢 也是随手可以拿取物品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说完了整个空间呢 其实啊 车辆内部呢 都是有两张啊 2米2的大床的 那第一张大床呢 就位于啊 驾驶师额头上方啊 当然了这个翻车板这里呢 是一个32寸的智能电视啊 便宜我们在后方观看 那睡觉的时候呢 把它放下来 内部就是一张的2米2乘1米5的超级大床了啊 那这样的话呢 两口人在这睡觉啊 没有问题 当然了 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呢 不喜欢这种啊 爬高上低的 那我们可以看后面这张床 那后尾床的尺寸呢 是2米2乘1米2啊 那说实话 一个人在这睡呢 觉得舒适度是非常高的 一个大人在带一个小朋友在这里睡啊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说完了这些啊 居住的空间呢 我们再来看看车内都有哪些家电 那首先呢 就是非常实用的啊 在我们这个对卡座后方的 一个152升的双开门的冰箱啊 可以冷藏 可以冷冻 这个在旅行中呢 还是挺有必要的 那另外一个电器比较集中的地方呢 就是整体的厨房的位置了啊 那厨房区域呢 像这种啊 大吸力油烟机 然后电磁炉 微波炉等等啊 常用的电器呢 它全都是有配备的 而且另外一个非常实用的电器啊 也就是这个四路监控了 我们可以在车内呢 直接就查看到车外的情况 那这个呢 对于我们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实用和安全的一个设施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车内的空调系统啊 那整款车呢 带有一个一级能效的这种变频空调 可以保证我们内部温度的适宜 另外一个电器呢 就是这个3000克洗烘液体的洗衣机啊 因为带有烘干功能 所以说在旅行中呢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了 说到电器以外呢 我们就要考虑啊 这款车呢 它的这个供电系统怎么样 那首先呢 要说啊 车辆的这个电量呢 是非常充足的 24V的电路系统 带有呢 22度电 可以满足我们这个使用的需求 而且顶部呢 还带有啊 1800瓦太阳能板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真是用好几天啊 应该都不需要充电了 那同时呢 车辆还带有啊 5000瓦的一个逆变器啊 那大功率电器呢 可以说啊 也是随便用了 那还有个电器产品呢 其实啊 它在户外啊 因为它是一个受电一体的遮阳棚 那非常的便利啊 车内就可以呢 把这个遮阳棚来打开了 车辆内部啊 还带有这种啊 9000瓦的啊 燃油暖风机 以保证我们去一些寒冷的地方呢 也能使用 那一些呢 电器控制开关呢 就可以啊 通过侧面的这个位置啊 来查看 卫生间呢 还是采用啊 这种吸塑工艺的啊 非常好打理 而且呢 也耐腐蚀 那这一侧呢 它搭配的是一个 带有LED灯光的这种化妆镜啊 招人还是比较漂亮的 这个可以一边上厕走 一边化妆啊 同时做两件事 节省时间 另外呢 这款车啊 还带有这种啊 独立的淋浴喷头 高度呢 也比较合适啊 可以站立的时候呢 就能冲澡 那一个人使用的话呢 宽敞度啊 还是不错的 那整款车呢 带有啊 320升的超大水箱 和70升的一个灰水箱 日常呢 这个洗澡啊 还有用水啊 都没有问题 说完了这些水电设施以外呢 还有一个功能啊 绝对是你们关注的 那就是车辆的储物空间怎么样 咱们来看一下 那厨房部分呢 它是带有啊 两个储物空间的 虽然不是很大啊 但是可以放一些厨房用具 那另外一侧呢 在对卡座上方啊 这三个储物柜呢 都是可以啊 放置随身拿取的行李物品的 那还有几个在后方 冰箱处呢 环绕着冰箱啊 也设计了几个储物柜啊 比如说上方这个小储物柜呢 我觉得可以放一些零食饮料了 两侧的这个储物柜呢 可以啊 挂置一些一褶肉的衣物 车床呢 也环绕着一圈啊 储物柜 那可以看一下呢 内部的空间呢 还是可以的啊 除了车内的储物空间以外呢 车外的大通舱啊 绝对可以满足了一家人的全部行李啊 放一些呢 这个露营的桌椅板凳啊 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通舱的空间呢 基本上啊 就是涵盖于我们整个上方床铺下方的位置啊 全都是行李存储的地方 那两侧呢 都带有啊 这种灯光以及电源插座等等 这样也便于呢 我们在这个天黑的时候啊 拿取一些物品 整款车呢 外形看起来啊 是不是就比较宽大了 那车辆的长度呢 5米995啊 宽度2米41 高度3米18 虽然3米18听起来 是不是还是挺高的 但是呢 相比较于同级的这个车辆来说呢 它的整个高度呢 还是啊 有一个降低 因为整体呢 做了一个低重心的处理 这款呢 新型旅行光房车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啊 是整体呢 采用2毫米厚的航空铝板的这个外墙体 那同时呢 也采用啊 高强度的这种啊 龙式车身结构 然后铝合金的骨架 那整款车的这个 箱体的强度和结构呢 都是非常好的 那同时呢 采用啊 这种旅行材的侧裙边 这样的话呢 即使有这种啊 不小心的碰撞情况呢 我们也需要呢 局部更换就可以了 车辆呢 带有一个5000瓦的高原版的柴油灶啊 那这款车呢 是不是说让你买了以后 一定要去高原体验一下 这个柴油灶到底好不好用 那像这种呢 外置的出水口 还有这个外接的220伏的插座呢 都有配备啊 可以在车外的用水和用电 那这一侧呢 就是它的水电接口了 这款车呢 带的是这种呢 新能源的充电接口 做到驾驶的第一感觉啊 就是这个视野真的好啊 因为车辆这个高度啊 它确实比较高 整款车动力系统呢 它是采用啊 5.2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呢 是美国爱立逊的6AT的 一个自动挡变速箱 所以说呢 C版它就可以驾驶了 那自动挡的话呢 它的驾驶难度呢 也比较低 驾驶室这个位置呢 看起来还是 比较机械复古的 那但是呢 车辆也增加了前后 这个流媒体的双摄 这样呢 便于我们一个行车的安全性 那车辆的最大功率呢 是139千瓦 最大扭矩呢 是510牛米 动力还是比较强劲的 带有一个100升的柴油箱 因为整个车辆的排量比较大 而且车重呢 也是比较重一些的 所以它的平均油耗呢 基本上在这个15升左右 那当然了 不同的路况啊 还有不同的司机开呢 它的油耗肯定还是有所不一样的 那整款车呢 可以说啊 不管是动力排量啊 以及它整个的水田配置啊 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对于喜欢大空间的人来说呢 绝对是有大大的优势的 那车辆现在的价格呢 是不足60万啊 那具体的配置 还有价格呢 都以厂家公布为准 那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